哈囉大家好我是旭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關於台語港澳明天要開的一些資訊的分析啦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角色的分析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第一隻南華真人 那其實南華真人的話我覺得算是 也算是一個相當破格的角色啦 那就是第一個點就是在於他殺的CG是全部的C珠激烈強化 那如果只要配上弱很多C 像是筆桿這種弱很多C的下去 其實那個傷害會非常的噁心 就是變成說如果你疊了很多紅珠嘛 然後你又留了很多筆桿的C 那這樣子的話基本上會是等於是多40 運氣好一點可能會40顆C珠啦 就是40顆激烈強化 然後黃色珠連鎖的話我覺得這個就可能是當作 比較像輔助性能的東西 但主要是要搭配他的三回合黃轉先頭C掉落 這個單色轉前頭C就變成說是百分百轉換 雖然前頭這個角色 前頭這個角色會因為輪換位置不同啦 但是如果你只要前頭角色是最兇的那個輸出 主輸出 就是C珠激烈強化交上前頭 這個輸出會破表啦 這個輸出真的會破表 然後這個傷害變成復蘇的時間可能在台灣很不遠的啦 就是不用靠阿賽也不用靠也不用靠卡不卡關卡的BUFF 可能這樣直接疊可能就會爆炸都有可能 因為第一個就是你想啦 如果你放兩隻筆桿 一隻筆桿然後兩隻南華加阿薩托斯 然後又全體握的時候 然後又疊一堆弓 我覺得應該可能就會看到傷害復蘇的噁心的東西啦 有可能 那再來的話CG CG的話我覺得 單體救急商家一回合全疊攻 疊回疊化 算是噁心啦 也算是蠻強的 那三解BUFF的 三解DBUFF的情形下 第一個啦 就是除非是關卡 關卡惡意做球啦 不然就是什麼 升攻升防升回殺之類的 不然的話這個 這個幾乎也是屬於無解的狀態 那由於他的攻擊機制其實不算太差 應該不會有像 呃 司馬千有批卵的問題 那被動一我們就不特別多說 啊被動二的話 學術角色爆炸激烈強化 那我自己覺得啦 學術角色的話 呃 以黃屬性的狀況而言 就是幾乎都是還是 主要都是限定角的部分 所以 他還是需要靠抽彈去搭配 那我覺得現階段的話是 可能 呃 還是會以 如果是以這種刷關卡的話 C99為組合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 比較少見 這個可能還是是讓他自己 有可能是讓他自己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是搭配399、499而組合隊伍的話 我覺得啦 就把它當作是自己包裝這些強化會好一點 那 李陶啦 李陶的話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就是他C威力 還是不痛 然後疊攻的效益還是太久 就是像愛因斯坦還是需要長時間熱擊 他可能會比較適合搭配 然後可能會取代李陶的位置 變成說他這個C威力傷也很痛 然後 像是阿薩托斯那種疊弓角 那個CG威力也會更痛 所以 整體來說南華真人的話 我覺得會 會 也是有一點做壞的類型啦 但是 以搭配阿薩托斯的 輔助性而言的話 我覺得他們兩個 會算是新一代的組合搭配 第二次的話是西王娘娘 那西王娘娘的話 槽點 呵呵 就多一點點啦 好 那我覺得西王娘娘本身的槽點 就是在於 第一個就是他拳角色封擊解除嘛 然後他的被動是沒有防封劑的情形 所以 西王娘娘的話就是沒有防封劑的話 他如果被封到劑 他沒有辦法解除掉 他不像神魔的這種解封劑技能是 就是 就算被封劑就可以開 那 CF的話就是要看在他們自己本身的被動上面 所以有人說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的張吉山會失業 那我覺得不會 第一個就是 因為張吉山還是可以被封劑的情形下 在解封 除非是真的是手被動 CG的話我是覺得說算蠻痛的 CG算蠻痛的 一個全體造成傷害 全體造成傷害應該是普普 但是CG是有單體機裂傷 就是會痛 然後雖然沒有疊回復 但是 還有回C 回血啦 所以應該是不會爆 然後CG的 因為我覺得他主動技是變成說 是弱自己的C珠啦 所以變成說 那個 傷害可能會小小輸一點潘奈德 然後被動1我覺得這個也算是還OK的 防毒跟 跟破障嘛 那如果以後有些關卡 還是會需要的 那被動2的話是神族幻想 受到敵人減輕25% 那就是變成說綁神族幻想對 但是我覺得 神族幻想的角色 我記得其實主流的不多 然後他主流的不多 所以這個的話基本上也是看看就好 然後被動3 等下之數加1就是筆桿的那個 那 偶有奇效 好不好 偶有奇效 那被動4的話是各階層開始 紅屬性回合技能縮短1 那 現在最平民的減CT應該就是窮騎 然後 再來偶一點點的話就是卡爾達諾 然後再來的話我覺得可能還是是 那種開場減3的 會熱機比較快 這個組合不會是最主流的隊伍 但是如果可能關卡以後都怎麼進關 突然一個神族以外風技能 那希望楊楊就有自己的上場機會 那就是意思就是說 呃 這種 風技解除啊 然後什麼 解麻痺啊 解害客 解毒啊 這些 都已經比較定位在 特殊關卡的傾向 所以變成說 平常周回的話 我是覺得 應該是看不太到他上場的機會 再來的話我們來稍微講一下禮包好了 禮包的話 這次有兩個價格 一個是1090 一個是 一個是2790 那1090的話是50顆石頭 一個魯魯碰加10抽 那我覺得 多了個魯魯碰啦 但是然後貴了100塊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不值得 我是覺得寧願就少這個魯魯碰 然後維持在990 會比較好看一點 就是我覺得會讓一些中小科玩家 稍稍的勸退啦 我是覺得三位數 還是盡量維持在三位數 跟四位數的加差 會好一點的 那第二個的話是 100金石 然後三個5B魯魯碰 然後還有四張票券 那這樣的話總共算是 我們就算300顆石頭好了 其實300顆石頭 2790 其實也是偏貴啦我覺得 就是其實這樣 這個禮包都是偏貴 雖然都有多魯魯碰 但我實在是覺得 魯魯碰這東西 平常大家像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 在中華邊界史的一些 一些轉蛋上面 他們都會讓 天井去可以去換 所以變成說 大家都覺得說 其實這個魯魯碰 對某部分 課長玩家來說 蠻無用的啦 然後我相信會買到2790的 一定都是課長玩家的 所以 變成說其實這個 你願 這5B魯魯碰拿掉 然後改 改成可能2490吧 我都覺得 還好一點點 變成說 這個魯魯碰實在是 我是覺得 就是 擺進去有點無用啦 你願魯魯魯碰拿掉 要便宜一點點 大家可能還會比較想買啦 就是 我是覺得這次的禮包是偏貴啦 但是 就 看大家自己吧 反正 如果你要鐵的信要課的話 你一定是會買這個啦 因為還是比一般買精神 我們就仔細看一下 這個PU的池值 機率吧 哦 總共1% 0.8跟0.2 啊 0.8喔 好啦 姑且 給過啦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保底的那個 35% 25% 60 35 嗯 我覺得 稍微有點硬啦 應該應該要6 應該出到40吧 40 20 40 50 30 20 我都覺得還比較好看 那35 25 40 這個機率有點擊敗耶 就是 我發現我前面那段忘記講到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也是應該是最多人在意的事情 就是 台港澳的溫泉池跟 這一次的 中華邊緣池的池池 應該怎麼投資 會比較好 那我說說我自己的看法 那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是說 第一優先要抽小倩 因為小倩的話 他是固定弱角色嘛 所以你旁邊就是放個最強大的角色 順 那 新手的話就可以速刷非常非常多的光卡 那第二名的話是閻羅 閻羅的話 因為他是 呃 弱爆彈 弱爆彈 然後還有跌攻 所以閻羅也會是藍俗星最強的打手之一 所以我也會建議閻羅 在第二順位來抽 然後第三順位的話才是南華真人 因為南華真人的火力 相當相當 這種出在於自己隊伍的牛棚的火力夠不夠 所以 的話我會覺得 如果以一個新手而言的話 南華的火力 你當你的 洛西角色 除非不太足夠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南華的火力 你會出不太來 所以 以一個剛入坑的階段 然後 或者是遊戲終極的階段的話 我會建議照著 小倩 閻羅 南華 這三個抽取的順序來抽 那所以我覺得的話 還是可以優先抽 這一次的 溫泉 那這個辭職的話 也是到今天三點 那我在這部片 應該 我預計會在十二點上面 那還有最後三個小時機會 的話 你們也可以再來去拼一下這個辭職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囉 拜拜 在哪兒 我會看 你會看 你會看 我會看 那一са 我會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